ERP 1500 会计管理 ECOUNT ERP 1500 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500 相抢管理 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 EKAN ERP提供全模组 一个月含血只要1500 ECOUNT 大家好 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 使用家用快塞试剂前 详阅说明书并洗净双手进行裁剪 裁剪时两鼻腔接药取样 取样后将裁剪刷与萃取域分合 并依说明书指示的检测方式及时间等待 检验结果才正确 使用家用快塞试剂留意健康外 落实个人防复措施 保护自己及亲友 由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老公 你每天上班都好有朝气 是升官还是加薪啊 公司最近搬到市林创部总部 天天眺望淡水河 阳明山 景观超级棒 上班向度假 老板说订单大增 绩效更高 有考虑下个月再加薪哦 好啦 快度假去 别迟到了 记得晚上回来拖地哦 知道啦 市林创部总部支付专线 02-2811-5533 2811-5533 德华行销 旅性维他命首选 维体康 欧洲及亚洲原料 医药及B群 含高单位活性B12 能力及吸收 解决贫血症 神经痛 维体康 维持身体健康 去城市康世美 药局都有卖 剑桥新源医药生技 股份有限公司 会属药制次第025-089号 会部药广自第1100-8001号 98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过去我们常讲说 平衡式投资 就是股在双股 既有股票的部位 又有债券的部位 通常平衡式 就是股五债五的状况 不过一般来讲 这个平衡型基因经营人 也不会这么死板板 就是一定是五成股票 五成债券 他们还会做一些调整 不过今年 确实出现比较明显的 这个股债双杀的现象 比如说以整个四月来讲 我们之前节目有讲到 以彭博社所编制的 全球总回报指数 这档债券指数 很重要的一档关注指标 居然整个四月跌幅将近五% 另外高平等公司债 整个四月跌幅 甚至超过五% 这个是比道琼指 整个四月的下跌的幅度还大 所以今年的债券 到没有出现 对于资产平衡的作用 反而有一个注跌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状况 到底是为什么 很多人就讲说 那个这个六 这个所谷六债市 这个过去黄金的铁率 一般来讲 这个长期过去十年以来 这个股六债市 都是大赚钱了 60%放股票 40%放债券 那是不是这个黄金铁率 就此失效了呢 我们今天正好 我们管来请教 群益平衡王基金的经营人 吴应良 在我们的节目线上 应良你好 伦大哥你好 好 今年这很奇怪 股债双杀 也很多人意外 就说 你其国债市 怎么会也没有出现 平衡股市下跌风险的机制呢 这个我想 这个是主要 还是因为今年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话 大概就是联统会的 升息的这个态度的话 大概就是市场 一直猜测这件事情 那也造成就是 美国十年期的 公债殖利率 是一直往上攀升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就反映 就是债券的价格 是其实是有一个 下跌的一个风险 那也变成说 就是在这段期间以来 我们会发现说 就是其实 债的话 并没有办法 给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护 但是其实 我们反推 就像去年 或者说 从2000年 2020年的 那个疫情以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受捡公司 来自这个 欧美这个公债的 那个报酬 其实都非常的丰厚 那主要就是来自 之前那个 比较猛的一个降息 那其实是对债券的价格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那所以 我们会觉得 这段期间以来的话 如果 这个债没有提供一个 比较好的保护 那大概就是 主要还是来自 这个公债殖利率的上扬 那是的这个 债的那个价格 是有些下滑的 对 比如以德国来讲 我们都知道欧元区 它其实是负利率 对不对 对 我记得以前 德国十年期 国债殖利率都是负的 这个负的 这个国债殖利率 那最近 这个已经来到快1%了 这个真的 让大家觉得说 连德国的这个 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从负的都已经快到1% 那根本不要讲 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 一度上冲到将近3% 那所以 以现在目前联总会 下个礼拜即将开会 的态势来看 你们会怎么预期 欧美国债的殖利率 后续的表现呢 这个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 其实市场已经是 充分去预期 这个今年会升息 比较多次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 大概市场的关注点 就还是在 通膨的一个数字 到底是怎么样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3月份的时候 公布的美国的一个 CPI的一个 的一个年增率 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8.5% 没错 其实那个时候 就已经蛮多的数据 我们看到 包括能源的价格 或者说 在二手车 测试的一个价格 其实都已经有一些 见顶的一个 的感觉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的下一个观察点 就是5月11号 会公布 4月份的CPI 那我觉得市场 那个时候 就会比较更确认说 这个3月的CPI 或者说4月的CPI 是确定见顶 然后之后的话 就会开始 可能也不太容易 会有太大的缓和 但是就是说 你至少是已经看到 一个顶点 那我们现在 交易的比较高的 这个 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可能接近到 3%的这个位置的话 那是不是市场 对这个升息的一个预期 就有 会有所比较 比较缓和 那这个的话 就是有 有机会让这个 那个债 就是那个 殖利率的话 有些回落 那这个 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 可以去观察的一个点 所以你觉得 美国十年期国待殖利 短时间不会冲破3% 就算美国联总会 5月升息两码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 price in在目前的一个价格里面了 那其实我们去看 这个利率期货的话 其实对今年 接下来升息的次数的话 maybe就是5、6、7月 那现在 比较高的共识 可能是2、2、3、2 或是2、2、3 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 升息的一个幅度 那今年可能之后 还需要加息到 可能有10码 10码可能这个 这个幅度的话 都已经price in 在目前的预期里面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为什么之前的一个 两年期的公贷值率的一个 的利率也是出现一个上升 那主要就是反映 这个短时间之内 比较强的一个 加息的一个幅度 那加息的力道 所以变成说 之前可能有市场也担忧 这个所谓的倒挂的问题 那可是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主要还是反映 这个比较短时间 然后这个比较快速的一个升息 所以造成了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现象 好 这大体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其实美国十年级国家局 大概2.9到2.8之间 就比较震荡 不会像先前一路直冲的那种情势了 也确实了 就比较和缓一点 那另外就是说 在股市的部分 其实今年的变数也很多 甚至都是一些利空因素 比如说像是昆山封城 上海封城 那另外呢 原物料价格的飙升 通盟压力也很大 那乃至于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物俄战争这些因素 都影响到股市 所以也使得股市 今年出现的比较明显的下跌 比如说 以纳查克指数来讲 虽然说美股周三 周四它是涨了3% 但是它是 这个没有脱离掉 熊市的 技术修正区间 因为它 这个从高点 52周高点下还是跌了20% 其实它涨3% 它还是跌了20% 因为它之前跌了23% 所以科技股尤其弱 那你们怎么看 今年这个股市 后续的一个状况 像今年1到4月 哇这个上桂尺跌掉18% 这也是很少见 这么短时间 有这么大跌幅的 这个我觉得今年的话 大概就是 分别我用几个月的 不同的时间来讲 这个行情的一个变化 那1月的时候 我们觉得主要就是反映 这个比较高的升息的预期 那2月的话 其实股市的后来 在下沙就是这个 乌尔的一个战争 然后3月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 3月的话就是 反映这个中国的 可能开始封城的 这件事情 然后4月份 整个走势更弱的话 就主要是封城的 一个状况 其实是有扩大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发现 它除了在上海封城之外 它周边的城市 像昆山 然后像一些那个 苏州 这些东西也进行封控 那这个其实是 比较大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生产的一个基地 那这边的话 也会造成就是说 对 是不是让 包括中国的 自己的内需的一个经济 然后或者说 全世界的一个 一些商品的供应上面 也会发生一些问题 所以说大概 我觉得就是让这个市场的话 更悲观的去 去解读这个行情 所造成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以往的 那个过去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们如果把2020年 是当作是一个 上一个 类似像2008年的 那个循环的一个低点的位置 然后我们从08年 09年 10年的话 都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 然后接下来在2011年的时候 就出现了欧债的一个风暴 那让股市的话 是有一些回落 那我们来 我们来看这个 经济的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 我在比较高成长的年度 的下一个年度 我的成长的激起 一定是会放缓的 所以我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一个趋缓的年度 那在趋缓的年度下面 然后股市又搭配去年的成长 其实是在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季节 那自然在这个年度 出现震荡的风险 就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我们重点还是看这个 比较大的一个循环的cycle 是不是在 还是在一个延续性的 持续的一个多头 那如果说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 经济成长的一个趋势 没有做变化 你看这样 欧债危机之后的话 股市有些回落 但是其实之后 它也是又再回到了一个 多头的轨道 所以我们觉得 还是要去观察这个 大循环里面 这个小循环的一个波动 那我们觉得 目前就是一个 小循环的一个波动 那可能修正到这个 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 包括我们看 我们像 因为我们主要 还是观察台股 那我们看台股的话 像包括像那个 可能有些断头的卖压 或者说有些停止的卖压 大概都已经在 这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慢慢的 慢慢的 在市场上 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会觉得 这个地方其实是 有慢慢的 有出现一些 主体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应该不至于 您认为就是说 五月行情不至于 会比四月更差了 目前的看法 应该是不至于 那除非说是有 更 更奇妙的一些 利空的一个 的一个 的出现 但是我们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这个 这个来段 比如说像五月 三号的 五月五号的 这个联准会的会议 那其实升级两码 其实是已经是在 目前普遍的预期里面了 那加上就是 接下来就是 CPI的一个部分 那乌尔战争 虽然说看起来的话 短时间之内 双方可能还是 有各自的一个坚持 那也不太容易看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就是说 毕竟就是说 它要在 更恶化的一个机会来 就是比如说 出现一些 比较极端的情况 我觉得这边 几率可能也不是 这么的高 然后中国的这个 风控来看的话 其实像上海的风控 其实我们如果说 从那个比较是 全区的静态管理 这个时间点开始算 其实已经一个月了 那它有没有办法 再让它持续的一个 风控下去 那我们以前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每日确诊的人数 在上海的部分 是有一些下降 大线一万人左右 对对对 那是不是就是说 它可以 它下降之后的话 是不是它有一些 比如说像 之前卡得比较紧的 可能是一些 像物流的部分 那因为运输 没有办法运输 可能我厂内可以伸展 但是我东西 是运不出去的 那我现在运输 是慢慢的可以 有一些处理的方式 那变成说 我东西就可以 开始有一些运输 那我就 我的经济 就可以慢慢的 回到一个 比较有 有一点活络的一个感觉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 这个比较差的一个情况 就是 要在 要在五月 再出现更不好的话 我觉得这边 看起来的话 几率是比较低的 就有些情势 慢慢开始明朗了 就是说封控 也不可能一直封下去 那另外连准会 缩头一次 一刀 伸头也是一刀 反正五月就给你一刀了 对不对 情势也会明朗 所以渐渐一些利空 会慢慢明朗 这个五月行情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听 这是捷运要来的声音 听 这是南港下一站 心野之森 清谨则生活 万寝绿意的声音 听 这是我们轻松成家的声音 请大家去度假啦 威尔森 你是去哪里露营啊 下雨呢 下雨露营很惨 你又是在铁棚区里面吗 你的露营帐是上面有没有棚啊 那个露营帐湿了要晒干了 不然那个收起来都会发霉 那很麻烦 不是很多人被隔离吗 为什么不听节目呢 不是不听吧 应该是都没有 苗栗靠新竹南庄啊 苗栗不是很多营地都在南庄吗 现在露营也 那个做营地很好赚 一个晚上要一千块 什么一千块 不只 一般的啊 最便宜的二千啊 谁现在要住最便宜的 没有 豪华是他有提供很多的那个 他帮你闻 那个营帐都搭好的那种 我是讲说自己 在四千块以上 我说自己去杂营的那种 自己带设备的那种 现在这么客难的很少啊 现在露营都是比装备啊 但是那些装备一定都很好的啊 就看人家帐是怎么帐 什么哪个牌子的 哇塞 随便一个帐都几万块 要投资 还有那个充气床有没有 对不对 充气的床 烤摇喔 一千五上下喔 那还好啦 热水热不热 水大不大 洗澡很重要啊 谁辛苦了 有没有 有没有dyson的吹风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群衡评议王基金经营人吴映良 映良刚刚讲也很有道理 就是五月 其实有很多的利空 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复杂的一些 繁杂的一些利空因素 可能会渐渐被厘清 比如说 昆山上海封城 看起来应该 即将要解封了 因为毕竟 大陆的经济 一直封下去也受不了 所以呢 上海的这个确诊人数 也逐日下降 到剩下一万人 本来都是两万多了 现在下降了一万 看起来应该 接近要解封 五月长假之后 五月长假之后 解封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不小了 昆山也是一样 那另外的乌尔战争呢 感觉起来就是这样了 可能今年累月打下去了 那所以呢 再坏也就这样 那另外就是 美国联总会升息 5月3号4号 反正下礼拜四就知道了 缩头一刀 伸头一刀 反正 我觉得美股 比较容易在大势底定之后 反而出现一个利空出境 或者怎么样 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所以说在 最坏的状况 今年来真的就是 一到四月吗 后面就不会再坏了吗 这是当然 现在目前的一个假设 那至于说 那至于说现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台股的 不管平衡基金啊 或者说股票型基金啊 跌势都很大 比如说我最近那个定时定额 我自己摊开来看了 哇 妈呀 那负了十几%啊 负十九%八%都算负的少了 十几%都很正常了 甚至有一些 两岸三地的基金啊 大中华的基金 负到十八% 十九% 二十%的都有了 那定时定额 反正我就不管它嘛 继续扣 但是单比的人 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继续来请教 英良就是说 在这个股市震荡的情况之下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策略 英良你觉得 现在目前用什么策略会最好呢 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会觉得啊 就是因为我们来看 就是刚刚我提到 就是说在过去 有几个空筹的一个循环嘛 那我们大概可以分成几个 就是包括 08年的那个金融海啸 然后2011年的欧债危机 那跟2015年的一个中国的股灾 然后2018年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情况 那我当然是对比就是我自己的这个 目前操作这个平安王基金的一个 的一个相对大盘的一个表现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对比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的那个跌幅啦 我们都会比大盘的话 大概是少 大概就是从 少的话大概至少有五个percent 那多的话呢 我们的跌幅是少二十个percent 那甚至在有一些年度的一个里面来看的话 我们都是赢过这个大盘的一个绩效 大概有双位数的一个表现 那所以说我们会觉得说 在这个比较震荡的一个局势之下的话 其实去找寻一个比较合适的 这个平衡型的一个标的 去做一个布局 其实对未来的话 的那个波动度看起来的话 就是会有比较小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的话就是因为 股债平衡的话 就是他其实还是可以去调配 他那个债跟股的那个比例 那当那个行情比较接近 就是说有一些 maybe你要说是反弹 或者说他可以反转向上的契机的时候 他们也是可以去提高这个债的这个比重 那另外再提高这个股的一个比重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债的一个部分 其实像除了在公债的投资之外的话 也是有可能去投资像一些 可转债的一个部分 那可转债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在某一个程度 他是下档是有债的保护 但是你上档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去转换的这个option 所以会变成说我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布局 其实是在可能在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今年可能会是成长率 比较趋缓的一年 但这种年度来看的话 这样的商品其实是比较 对投资人来讲 可能下档是相对比较有保护的 OK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这档平衡型的基金来讲 这个当股市大跌的时候 过去历次的经验 你的跌市都是 你的禁止损失都是小很多的 对不对 对 那像比如说我们拿比较近的 这一个像中美贸易战的 这一次来看的话 这是18年的一个状况 那大盘 18年那时候也是大跌 对 大盘是跌15个percent 那相对那个期间的话 平衡网的话跌幅是3个percent 那所以说其实他的确是 在这个时候 他就展现出非常相对来讲 是比较抗跌的一个状况 那在如今年以来的 这个YTD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我这档平衡网到今天的话 应该是跌 应该是跌5%以内吧 到今天禁止坚损5%以内 对到今天 那很厉害啦 对啊 应该是 今天随便都是10%以上 对 所以说其实相对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在这种比较震荡的一个 的一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这些这些比较 比较会去平衡布局的一个基金来看 的确它的一个 波动性来看的话 的确是比较小的 好 那因为你的跌幅相对只有 这个5%以内 所以说你是股票布局 大概布局在什么区块 债券布局什么 你刚还讲说有可转债吗 对不对 对 因为可转债的话 就是我们还是会找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 未来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契机 比较好的 那我们可能在 合适的价位 然后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承接 那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可转债 毕竟它还是有一个 债的那个保护 所以说它相对这个 股票的一个跌幅来看的话 是的确就是会比较小一点 然后再 如果说 又选到一个比较 真的是有机会 去做转换的一个标的的时候的话 这个可转债 可能也会有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另外就是要讲一下 我们这个基金的一个特性 其实它还是有一个 就是说 它在这个 设计 产品设计上面的话 它其实就是 它会比较着重 就是 比比比较低的 那个股票 为它的一个 选股的一个标准 那所以说 变成说 我们就 可能在这个 比较震荡的时间点 就比较去 比较会去选到 就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优质的一个标的 那因为除了像 平衡之外 因为我自己也有 我也有另外一档 也是平衡型的基金 就是叫做增散美 那它的话就是 它的标的就是 可能是在股息殖利率 是3.5%以上 或是ROE超过 10%以上的这些标的 那因为 我会共同 我会一同考量 去做选择 所以说 变成说 就变成这样 在比较震荡的排面 自然就比较容易选到 比较 相对比较抗震的一个标的 OK ROE至少10%以上 对对对 然后你这个 股息殖利率要3% 3.5%以上的 对对对 那增散美是一档老基金 对 因为这两档都算是 都算是比较久 都算是有 都算是有这个招牌 跟那个时间的了 对对对 这两档多 讲白话一点 经得起价值 时间的价值考验 是这样 对对对 那后市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您刚刚讲说 要找一些本益比比较低的 那经过这一波的 本益比修正 其实很多 好股票也修正了 这个本益比修正下修了很多 比如说台积电就跌了 这个本益比就修了蛮多了 对啊 像这次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像金人代工 像不止台积电 像连电 那世界前景 其实因为这个 大家对这个 8寸的这个工需的一个 有疑虑吗 要疑虑一点 所以说股价都修正的 非常大的一个幅度 像台积电 其实现在是550块以下的 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以它配起的能力 或是说它在产业的地位 那其实它的 目前的确是相对 蛮低估的 那比如说像 台湾也非常有竞争力 另外一间公司 就是联发科 那它也是今年 我看外资的预估 可能有机会赚到80块钱 但它其实目前的 也就是800块 那它今年还配息 70几块 所以说其实 它现在就是本益比又低 然后又有配息的能力 然后它其实在 我说话觉得 它在全球的产业里面 它是有竞争力的 那只要市况有开始变好 那提觉这些公司 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 回到它一个合理估值的机会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这些标的 其实都会 都会在 我们在那个布局上面的话 会去做一些 会去做一些选择 对啊 当然你看 联发科 从1250块 修正到这一波 甚至破800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但问题是说 大家就有一个疑虑 也就是说 未来的景气 好像就卡在 就是说对未来的一个疑虑 不跟不确定性 如果说未来都没有 这些疑虑跟不确定 800块 联发科应该是闭了眼睛买 但是没有这样的疑虑 跟没有这样 它也不会到这个价位 它也不会到这个价位 那我们就要去判断说 这个市场这么担忧的一个事情 它最后会 会不会变成真的 或者说它现在可能是 市场只是过度的占有 我们都知道 可是突然你讲 就是那个老人与狗的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还是在一个趋势上面 但是就是 这个狗可能会上下的一个 跑来跑去 那这个波动 离这个趋势现在很远的时候 那maybe这是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好 反正股票市场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多空大家都有 那就看听众朋友 您要站在哪一边 这个当然就是自我评量考虑 最后提醒您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该详阅公开说明书 及投资人须知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 这个吴英良 这个基金进入人 就是群艺平衡王基金进入人 来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做医生的 也要帮自己找回健康 我就是爱森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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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超高兴的 这就是对他们最难建议的